8月22号广东省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疾控中心的主任 也是证实了一条消息 就是之前柳叶刀的杂志 曾经说过戴口罩的这个时候 把我们中国 把全世界吧 就呼吸到感染性疾病的风险 从原来的16%点起降到了3% 降幅高达30% 就是戴口罩期间 不但是预防新冠病毒 什么感冒呀 什么其他的呼吸道的疾病都减少 我们广东省疾控中心的主任 他也宣布 我们广东省最近这段时间的数据显示 我们全省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 感染性疾病 就传染性的 就是呼吸道传播的 感冒呀发烧呀 各种病毒感染细菌感染 发病率降低了17% 许多医院的儿科病房 现在出现了控床 说明戴了口罩以后 对呼吸道疾病的防护 是非常有好处的 或许多医院有摇台 发生了封面暴律